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表了这个马五点 有关于产创条例的五点 也跟在野党喊话 第一个呢就是 他说的是两岸经济协议 其实讲的是ECFA 其实产创条例跟ECFA 在总统的这个经济政策里头来看 是有蛮高度的连接的 两岸经济协议进入了协商洽签的阶段 那产创条例会是台湾未来 非常重要的战略配套法案 所以呢产创被总统视为 是ECFA的配套法案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民进党对于产创条例的内容 提出了一些意见 协商透过协商 草野达成了部分的共识 总统说对这个东西 表示非常肯定 那草野协商的共识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是在于 引锁税调降的这个部分 因为民进党主张的是 引锁税的税率要调降成 百分十七点五 国民党说呢 其实他们以前到现在 也没有排除税率调降的可能性 现在会更周延的去考虑 那总统已经请行政院 跟国民党立院党团 研议降税的可能性 今天晚报传出来的最新版本是 应该就确定说 引锁税的调降 是调降到百分之十七 比民进党的十七点五 还要再少一个零点五 那第四点是 总统呼吁民进党 能考虑中小企业 跟广大劳工的利益 发出这个新闻稿就表示说 国民党现在要把 产创条例的十七点五 就是民进党版本的十七点五 调降为十七的话 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们说呢民进党自己过去执政的经验 有一套版本的精算哦 就当时算出来的产创条例的民进党版呢 是一定要十七点五 那现在国民党要变成十七 请国民党先提出精算的税损评估哦 就是这个税收损失的评估 那不要随便的喊价 毕竟不是降税的比赛哦 那国民党之前批评民进党 惨创条例的版本 现在又大转弯哦 表示国民党的决策过程 非常的粗糙 这个法案呢 在我们谈二代健保的时候 它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跟门槛 他没有过二代健保 可能就没机会 那现在有这么高度的共识 那十七跟十七点五 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最后会不会卡在这零点五 我想这一部分 我先做一个补充 就是说民进党在产创条例 这个案子的上面的一个 基本的立场是这样 就是说民进党认为 应该取消产创的这个条例 而是把营锁税降为百分之十七点五 那民进党认为说 这样子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这个税损的部分 因为这个产创条例取消之后 所产生过去减免的这些税收 可以来弥补 这个营锁税调降为百分之十七点五 这样子的税差 大概这部分大概是三百多亿 那这个调降的部分 大概加一加全部是四百多亿 所以如果今天按照国民党的这个版本过 而且今天本来是十七点五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曾经请这个相关政府部门精算过的 如果降为十七 我觉得这两个目的啦 第一个目的当然就是说不要让 少零点五 这是政治的credit啦 我想国民党就不需要让说这个 这个 这个营锁税调降的这个credit 变成是民进党拿去 所以它加码啦 加零点五趴 那就十七点零四好了 蛤 对就是再少一点 它就会少零点五趴嘛 那我觉得这个国民党要收割 认为说你看 这就是国民党的这个版本 不是民进党的版本啦 那我觉得我觉得但是国民党就是说 现在因为它是执政党 它对这一部分我想应该 它应该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评估 因为税差 税差是除了那个四百多亿之外 还要再加上这百分之零点五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也是关于刚刚二代健保的部分 就是说刚刚沈大佬有提到 二代健保的这个改革 基本上是民进党当初提出来的 但是呢 这些我想民进党 但是现在为什么民进党还有一些意见 最主要是说 希望能够这个二代健保这部分 能够修得更好 因为民进党那个时候执政 跟国民党现在执政是不太一样的 民进党过去毕竟嘲笑也大 现在国民党是完全执政 他有那个能力通过一个 比较少争议的一个版本 所以民进党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提醒 包括就是说所谓的家户总所的 现在传出来像小家庭 像单身的人 他的这个健保的费率可能会提高 那这样到底是不是适合 是不是还有讨论的空间 设计不是就这样子吗 不是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这个有关于资本利得的部分 过去的时候可能没有把它放进去 但是现在要不要讨论 让它变成是一种 有这种可能性在 因为毕竟国民党现在权力真的很大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案子呢 产创这个东西 民进党基本就是说 不要让这样子的产创条例 完全去只是照顾到所谓的大企业 而是说应该中小企业的也需要研发 也需要创新 他们也需要政府的这个支持 所以民进党才提出这个取消产创条例 然后把营锁税降为17.5%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17跟17.5有这么大差别 我先回应邮昌 他刚才讲到说二代健保 当初民进党是因为考虑到 嘲笑也大不容易 所以版本荣有不尽完美的地方 也是为了这个 那你现在国民党没有这个嘲笑也大 所以应该更完美 他这个解释我不能接受 当初民进党绝对没有考虑到嘲笑也大 才故意去写一个不尽完美的版本 哪会有这种事 不过今天对这个产创条例 我真的是看不起两个党 我觉得两个党都很可耻 非常的可耻 可耻到无以复加 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你知道吗 我刚刚民进党本来是讲说 不要产创条例 来个17.5% 直接降营锁税 那现在民进党就不要妥协 就说那你就17%也可以 但是你产创条例不能有 你现在说也要产创 就直接降营锁税 不要产创条例 民进党也是在增功劳 增credit 就好像你的老安年金3000 我就加个3500 或者加个4000 一样的道理 国民党我更看不起 这两个相比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非常可耻 很可耻 马总统真的国民党非常可耻 为什么 李素德讲过 他说降到17.5% 他不能忍受 因为好几百亿 这个税损非常可怕的 政府无法承受 现在李素德 17.5%很可耻 你到哪里去了 李素德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讲 李素德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 财政部长 但是金小达不同意 金小达觉得李素德还不错 李素德是很可耻的财政部长 你现在你讲的话到哪里去了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 现在17.5% 他就是怕民进党抢了功劳 所以他就干脆把小数点拿掉 变成17% 所以以后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国民党的 我跟你讲受贿的这些产业 不会因为这样就认为是国民党 民进党今天也有一点笨 民进党在讲 他们说我们怎么精算 非要17.5不可 之前你应该讲 说今天如果通过了17%的话 是民进党的功劳 因为没有民进党的17.5% 就不会有国民党跟进的17% 这句不可以说 对吧 民进党一当时比较这么高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两个党都在抗人民的凯 都在抗国库口袋的凯 就是我跟妳讲现在17% 17.5% 在全世界算是 非常非常低的赢索税 所以我跟妳讲小英主席 昨天搞一个要避免 四代的对立 将来人越来越少 缴税的少 将来对年轻人怎么办 就从这个做起 到现在两个党都还在比赛 谁比较会降税 搞个什么四代的对立 所以大王你认为说 根本就不应该在赢索税上面 去降是不是 你是不是认为不应该 在赢索税上面去降 你看最近这几个大爆 平面媒体的社论 通通骂他们的看法都跟我一样 就说在比赛降税 可是这个降税 应该是国民党被民进党 逼得出来的 那当然啊 那当然啊 那当然 所以我说他丢脸嘛 民进党是有点可恥 但是国民党更丢脸 就被逼成功这样 对 对 好